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股市分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揭开一段鲜味人知的商业合作背后的故事 这就是科技巨头苹果公司与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之间的秘密合作 这段合作始于2017年苹果渴望借助比亚迪的技术力量 开发长续航电池 为其电动车项目铺路 虽然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在2023年已失败告终 但两家公司在电池技术领域的探索却留给了我们许多启示 苹果每年投资约10亿美元 致力于开发安全且高效的锂铁磷电池 显示出其对电动车的重视 然而 随着市场压力和项目延误 苹果最终选择放弃与比亚迪的合作 转向其他电池制造商 在这段合作中 虽然苹果未能推出自己的电动车 但他们从中获得的经验不容小觑 这些技术积累将在未来的产品开发中发挥重要作用 如今 比亚迪凭借其刀片电池的优势已成为全球电动车销售的佼佼者 让我们不禁思考 苹果和比亚迪的合作 究竟对未来的电动车市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股市分析特别节目 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 在当今瞬息万变的科技与金融领域合作与竞争往往交织在一起 成为推动行业进步的重要动力 今天 我们将聚焦一起令人着迷的高科技合作 苹果公司与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之间 关于长续航电池的秘密合作 这段合作始于2017年 目标是开发一种拥有卓越续航能力的锂铁磷电池LFP 作为苹果汽车项目的一部分 苹果对于这项合作的投入力度不小 据称每年约1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充分显示了公司对电动车项目的重视 然而 这一计划在今年2月被取消 尽管如此 它带来的影响依然深远 苹果与比亚迪的合作 核心在于李铁林电池技术的开发 这种电池技术不仅能提供更强的续航能力 还在安全性上远超当时市场上大多数电动车电池的标准 苹果的工程师们在这次合作中 带来了其先进的电池组与热管理技术 而比亚迪则贡献了其在李铁林电池制造方面的专业知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比亚迪的刀片电池技术 在合作期间获得了苹果的技术输入与灵感 这种电池概念由比亚迪的工程师独立开发 且比亚迪拥有其完整的产权与专利权 合作的起点可以追溯至10年前 当苹果正在寻求支持其汽车项目的核心技术时 比亚迪的工程师向苹果高管展示了早期版本的刀片电池 苹果对这种电池的安全性与能量存储能力表示了极大的赞赏 并希望对其进行定制以提升电动车的续航能力 与此同时苹果也在探索其他电池技术 例如镍和碱性电池 并投入数百万美元 用于电池组设计和工程开发 力图开发出一种专为苹果电动车量身定制的电池系统 在合作中 苹果的汽车项目由曾在大众和保时捷担任高管的亚历山大西茨金格领导 而比亚迪的电池业务副总裁和小鹏则是双方的技术对接人 尽管从技术层面合作顺利 但苹果最终选择了放弃与比亚迪的合作关系转而寻求其他电池制造商的系统 苹果的汽车项目面临多次延误 加上电动车市场的经济压力逐渐加大 使得项目推进变得愈发艰难 最终苹果不得不取消这个备受期待的项目 对于这家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来说 这无疑是一次罕见的高调失败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这段合作并非没有成果 尽管苹果未能推出电动车 但在电池技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这些经验不仅对未来产品的开发产生了影响 还为苹果在推出Vision Pro头戴设备 和很多苹果设备中使用的神经引擎 AI处理器提供了技术支持 更重要的是 这次合作为苹果公司在机器人技术领域的初步探索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 比亚迪凭借其刀片电池的技术优势 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并在2023年销售了300万辆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 超越了特斯拉成为全球电动车销售的领军者 比亚迪创始人王传福作为电池工程师 凭借其在电池领域的深厚背景 成功带领公司走向辉煌 从多角度来看 这段合作故事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首先是跨国合作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 苹果与比亚迪的合作显示了两国企业 如何通过共享知识与技术来加速创新 虽然项目未能如期完成 但期间积累的技术经验和启发 对于双方的未来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 这段合作也反映了全球电动车市场的激烈竞争和变化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变化 企业必须不断调整战略 以适应新的挑战和机遇 苹果的退出和比亚迪的壮大 正好展示了这种竞争格局的动态变化 最后 这段合作故事也带给我们关于失败的深刻启示 在商业领域 失败并不意味结束 而是为未来的成功奠定基础 苹果通过这段不完美的合作 积累的技术经验 最终成为其其他产品线的重要助力 总的来说 苹果与比亚迪的合作虽然结束 但它对两家企业的技术发展和市场策略 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它不仅揭示了跨国科技合作的潜力和挑战 也为全球电动车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示 感谢您收看本期股市分析特别节目 我们期待在未来的节目中 与您继续探讨更多市场动向和科技前沿 下次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苹果公司与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之间的合作 始于2017年 目标是开发一种长续航的电池系统 以支持苹果的汽车项目 这一合作集中在锂铁磷电池 LFP技术上 这种电池 以其高安全性和优越的续航能力而著称 苹果为这一项目 每年投入约10亿美元 凸显了其对汽车项目的重视 在合作期间 苹果带来了先进的电池组和热管理技术 而比亚迪则贡献了其在LFP电池制造方面的专业知识 这种协作虽然没有直接促成苹果电动车的问世 但为苹果在电池技术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尽管合作关系最终在2023年2月解体 苹果决定探索其他电池技术和合作伙伴 但与比亚迪的合作并非毫无收获 苹果通过这段合作提升了电池技术储备 影响了其未来产品的发展 如Vision Pro头戴设备和神经引擎 AI处理器等 比亚迪则凭借其刀片电池技术 在市场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成为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并在2023年成为全球电动车销售的佼佼者 超越特斯拉 这一合作尽管没有直接借出果实 但对双方未来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成为两家公司在各自领域继续前进的重要参考 6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6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